這個就是Toby來的 那他就說前景怎樣看 他說隨正前買入收息好不好呢 有四里息 這隻股呢 在前個星期 我都在我們公司的app那裏 都做了一個推介的 我也是研究過整個業務 那在航運股裏面 這一隻是ok的 因為本身他就做乾散貨為主 那你說做乾散貨 現在是香港上市的股份 就沒什麼可以選擇的 就只有他 另外就因為看回他本身那些船 就是一些比較細型的船 那些叫做handy size 就是小零變形或輕零變形的船 那在這個行業裏面 就的而且各個產能的增長就很低 即使你說現在有一些船公司 航運公司開始早些新船下單也好 那大部分都不是這類的船來的 而這類的船運的貨 就不是運到一些鐵礦那隻的 就是運一些譬如一些穀物 那你說現在在南美洲、北美洲 那去到今年下半年 都有機會有些穀物的產出 那對於這個航運的需求 理論上是會有幫助 那再加上如果你看回 就是運力市場方面 那未來這一兩年一些新船的交付量 都還是偏低的 那所以這個運價我相信在短線裏面 都很難說會落得太多 那所以2343之前出的業績好 對我來說就不意外 市場之前可能比較低估了 那所以你看到業績之後都衝了上來 那你坦白說如果你說 就算現時那個FORWARD PE 都只不過是五倍左右 都不是說算特別貴 那所以你在一個中短線的角度 仍然都還可以搏一搏 那上面我看的目標價是 去到四元流上的 明白 是的 還有它的入場費就三千多元 就是比較容易買買的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